好 为您带来今天早上的最新司法消息 就是涉滩的这个新竹市长高宏安 他的涉滩案件呢 历经了10个月的审理 有了最近的结果 北院在今天上午11点 一审宣判出炉 是判高宏安贪污确定有罪 判处他今年4个月的刑期 并只夺公权4年 还没收了11万 而同案的被告呢 包含前助理们 王运吴的部分是贪污罪 判决2年 缓刑5年 陈焕宇呢 也是贪污罪 判刑1年 缓刑3年 至于王慧文的部分呢 则是也是贪污罪 判刑2年 缓刑5年 至于全案唯一无罪的 就是陈玉凯 也就是说这认罪的 这个三名助理呢 也的确用认罪来换取这个缓刑了 那全案都还可以上诉 那刚刚呢 这个王玉文他也有到场听判 整个的态度神情 是看起来还蛮冷静的 那至于高宏安 他未来这个政治之路 到底该怎么走呢 因为全案都还可以上诉的 而高宏安罪界市长 所胜的这个任期 大概还有两年半左右 那目前他一审的贪污罪 是确定有罪的 如果上诉到二审 在胜宇的任期之内 运转改判参与无罪的话呢 他就是可以先行复职 不过就是因为 他现在就判决有罪 所以确定这个市长的职务 是会先停职的 那如果到之后有罪 到三审之后呢 判决确定是有罪庇验的话呢 不止他这个新竹市长的职务 会依这个地制法被解职之外 而且他还不可以登记 参选公职了 那因为呢 整体的案件 他涉嫌贪污呢 是已经被停职了 所以呢 并不属于这个地制法里面 所规定的解职 或是自行辞职 不用补选或是改选 而是呢 会由这个副市长邱成远来代理 如果邱成远呢 他的这个副市长出缺 或是不能代理的话呢 才会由这个内政部 报警行政院来派员代理 那目前呢 全案都还可以上诉的 我们会持续为您 关注后续的司法情形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记得下载TV